刚开始的时候小编以为这就是一个笑话段子 说是很多美国港口用的是中国重型起重机 没办法 中国起重机价廉物没好用啊 以至于有一次拜登在港口发表演讲 大讲美国制造 但人们赫然发现 它背后的起重机就来自中国的振华重工 这其实很正常 就跟中国港口不也经常停泊着美国船只 中国很多工程部也经常使用卡特比勒的机械 以前没问题 现在没问题 但美国政客觉得这就是有问题 在他们眼中这些起重机看着就像是解放军的 瞭望台 侦察兵 能在众目睽睽的作业过程中执行秘密任务 那就可能是特洛伊木马 或成为中国政府手中的一种间谍工具 这是不是魔证了 以至于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这种说法完全是草木皆兵 误导美国民众 确实是草木皆兵 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国家安全脆弱到这种地步了 但刚才一看报道 美国人现在居然来真的了 2月21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拜登政府计划将在未来5年 投资200亿美元升级美国港口安全 核心是要在美国国内制造货运起重机 以更换美国各大港口使用的中国造的起重机 从而消除人们的担忧 这笔200亿的支出预计来自美国在2021年通过的 总计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 而且为防备后台被黑客入侵 授权国安部和海岸警卫队 全面加强海事网络安全 后者可以理解 但前者不要中国制造 谁来制造 美国将目光投向了日本 支持日本三井集团在美国生产起重机 据说这是30年来 美国首次在国内生产起重机 按照美国海岸警卫队 翻少将的说法 中国制造的港口起重机 占据着全球市场最大份额 目前占美国港口起重机数量将近80% 中国起重机有问题吗 从来没发现过问题 但美国人疑心病犯了 这样一折腾 美国不折腾掉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 不罢休 美国能摆脱这些中国造的港口起重机吗 拿振华重工来说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机械和大型钢结构制造商 在全球的份额高达70% 产品卖到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50个港口 在美国港口使用的近80%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都是振华制造的 2021年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蒂摩港 进口了四台振华的起重机 当这些巨型设备到港时 州长霍根亲自前往迎接 他还发推特说 有了这些设备 巴尔蒂摩港将继续作为 马里兰州的重要经济引擎 早在2013年 奥巴马就曾努力过 但发现美国戒不掉振华重工 当年他在迈阿密港口演讲时 规劝美国人要买美国产品 结果一阵风吹来 把他后面起重机上的国旗吹开了 露出了四个英文字母 ZPMC 中文名振华重工 该来的躲不开 奥巴马给这家中国厂商 做了全球代言 振华的优势是什么 其实并不是外界简单理解的 中国制造价格低廉 还有核心技术和能力的 例如振华重工在上海长星岛 建设了世界规模最大 技术一流的大型港口机械生产基地 电机电控设备则依托长三角 建立了强大的供应链 产能充足 而且振华还建造了世界首创的 测装式整机运输船 振华的各类型起重机 都是在国内生产完毕 然后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装载在专业的重型起重船上 像振华的6万吨到10万吨级 整机运输船队 由大约30艘船组成 一艘一次 至少可运送多达6台岸桥 振华的模式下起重机从下订单到交货 用时不到两年 还有一支船队负责高效 安全 稳妥地将振华的产品 以整机形式运向世界各个港口 快速安装 由于设备在离岸前均已调试好 产品登岸后通电即可作业 所以振华重工的起重机大约20年前进入美国市场后 不管是成本还是交付能力都强于同行 而且质量得到业界肯定 最近几年来 全球港口行业越来越多 朝自动化转型 振华重工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在微软云计算平台上与微软合作 让设备更加智能 振华曾经有个口号 世界上凡是有集装箱作业的码头 都应有上海振华港机生产的集装箱起重机在作业 振华通过技术突破和自由市场竞争做到了 但最后世界变了 有的国家变得不自信了 十年前我们看似一场笑话 十年后我们看似美国的常态 而且这种疑心病 这种魔症 似乎美国人最近越来越严重 华为中兴的设备有风险 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 美国人说封杀就封杀了 抖音等APP 风靡美国 美国人很喜欢 但总有一些政客闲人 各种威严耸听 然后鼓吹进行封杀 中国电子器件 包括摄像头等等 美国人原来都有采购 但现在该拆就得拆 美国人忙得不亦乐乎 记得今年1月22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痛斥 美国政客的被害妄想症 是越来越严重了 他愤怒地说 我想问问这些美国政客 为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一味指责中国相关企业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呢 为什么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矛头 总是指向中国各行各业的领军企业呢 为什么其他国家明明没有赶到 中国产品构成威胁 美方还要胁迫他们 对相关中国企业进行封杀呢 他接着说 从指控中国信息技术设备留有后门 到声称中国生产的起重机 是收集情报的特洛伊木马 再到渲染中国生产的电动车电池 威胁国家安全 美国有关政客鼓吹的中国威胁 气泡越吹越大 同时他们打着国家安全幌子 遏制中国发展的真实意图 也越来越暴露无遗 对这些美国政客来说 中国什么先进 什么就是威胁 就要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打压 只有中国出口的衬衫 袜子才不对美国构成威胁 他说的还是太乐观了一点 按照这些美国人的逻辑 中国的衬衫袜子 就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吗 那里面的钮扣拉链 甚至思绵里面会不会也有文章 别忘了 这可是紧贴着美国人身子的 现在看不到问题 不说明就没有问题 干脆中国衣服 鞋袜 美国人通通也别穿了 还有中国电视机 洗衣机 冰箱 电脑 太阳能板等等 里面肯定都有电子元件 万一向中国政府报送信息怎么办 全部禁止吧 另外中国灯泡 中国烟火 也可能有问题 那结果美国人宁可点蜡烛 也别买中国灯泡 宁可独立日不看烟火秀 也不买中国流洋烟火 第一点 美国人真的魔症了 就像精神病人一样 这些美国人看什么都是问题 看什么都像要暗算自己 而且美国魔症且霸道的一点 不仅自己要进 还要其他国家陪自己一起进 我都先对自己咔嚓一刀了 你们就说干不干吧 我们看着是一个国际笑话 若干年后回看 也就是一个国际笑话 但这些美国人却自认为无比正确 唉 真是鸡同鸭讲 第二点 我们千万别跟美国学 如果我们也学习美国 那美国的苹果手机 波音的飞机 特斯拉的汽车 卡特比勒的机械 以及各种各样的美国软件 不也对中国 对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吗 我们是不是也都要进了 我们还是要理智 要冷静 更要开放 我们还是要学习美国好的一面 看透美国糟糕的一面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 真正的强大 第三点 美国赶紧找个老中医吧 这种病久拖着也不是办法 让全世界看笑话 而且 疑心病继续发展下去 必然是灾难性后果 不是自己彻底发疯 就是将全世界都搞疯了 美国还是赶紧治治吧 新病还需新药医 西医不行就中医 实在没辙 就赶紧找个老中医看看吧 说不准有用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假ala 诶 ư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